从印度出家到整天不在家,今天我们的禅师为什么又不打坐了?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禅师不打坐,我是苏凯,我是熊仁謙 在日常生活中呢,如果说大家遇到生活不顺,你平常会寻求什么慰藉的管道呢? 今天的节目比较特别,我们邀请到了提供全方位身心服务品牌初心院的创办人田地峰老师 哈喽大家好 还有他的经营者Rafika老师到我们的节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Rafika 两位老师,因为我们的听众可能是第一次认识两位 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们还有说初心院这个品牌 因为我以前是从事流行音乐,然后大概三十多年的时间 那三十多年时间在学习音乐的这个过程,然后后来再转换,现在做声波疗愈 那大概在三四年前吧,然后就成立了初心院,然后用送波来帮大家来做疗愈的工作 然后在一个机缘的认识底下,那我们的田老师就邀请我来经营初心院这个品牌 那其实这个品牌呢,提供大家身心灵全方位的疗愈服务 刚刚风哥有提到,就是以前是做音乐的啦 但是其实风哥跟我们的禅师是有过一段认识的渊源,对不对 对,因为我们是非常好的朋友,大概六七年了 有有有,我们认识六七年了 该不会是他以前说他要做饶舌,然后他找你出唱片 对,就是 我真的本来想要帮他做一个饶舌的歌,而且我们其实也讨论过 佛经有没有可能变成RAP来斩现这样子 好想听哦 我们有做过一些东西,就是以前频道有跟风哥合作过一段时间 对,还有书 对,我跟风哥那是很久了,就大概从1617那个时候 对,那时候我开始在台湾,刚开始展露头角的时候 风哥就有来跟我们一起玩,对 对,然后后来风哥就走得比我更远了 开始就这个懂这些我都不懂的东西了 他开始有这段时间做那个蔬食 那个时候就是我跟他合作另外一个重要原因 因为我想要吃 所以就那个时候做那个风蔬食品牌 对,然后后来风哥又开始做了初心院 对,那风哥后来为什么你会去 我记得我们后来有聊过几次 那你后来为什么会去接触宋波 而且为什么会走到这里 其实我觉得接触宋波 我觉得是一个很奇妙的机缘 就是大家会觉得说 反正你生活好像也没有什么缺憾嘛 可是其实刚好相反 大家觉得那个生活没什么缺憾 是物质物质 可是我的心灵呢 在这几年受到很大的伤害 就是会被朋友骗 对,然后被骗钱 然后骗各种东西这样子 然后你会觉得说 不对啊,我对你这么好 为什么你有一天突然发了风 然后来攻击我 对,像这些事件人前也知道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其实就有点痛苦 就是你会知道说 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去跟人相处 甚至我有一段时间会把自己 不太跟人有社交活动 那在那一段时间 当然,然后我也同时 还是自己在写书 在跟自己对话 可是我总觉得我的内在 好像有什么东西 我是需要去探索的 但是我又不知道那个是什么 那有一天呢,我就Google 说,比如说我有一些心理的状态 我要怎么去找到那个根源 那个方法是什么 那就好多种课程 有心理的课程 那什么灵气的课程 各种的课程 那其中有一个比较吸引我的 就是宋波 那这个宋波的课程呢 于是我就报名了 我就去参加那个五天的训练的课程 那个是要培养成宋波的疗愈师 它是一个培训课程 它是一个培训课程 那我去了第一天呢 我还是用我的脑袋嘛 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很科学脑的人 我就这样看说 这个是真的吗 这个真的有用吗 怀疑 还是对 带着怀疑的心在上课的感觉 我带着怀疑去上课 甚至我 对我就是老师在讲的时候 我都会脑袋在思考说 他讲这句话对不对 有没有科学根据 到了第二天 我就好像比较卸下一点 那个怀疑的心法了 然后就真的全心投入 开始跟着大家去操作 我发现一个很特别的是 我开始可以静下来 对 然后呢 可是借由那个声波的导引 它有慢慢慢慢切掉 我脑袋的这些想法 就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我慢慢体会到一种 进入空的感觉 进入真正冥想的感觉 我觉得这是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 然后呢 我就真的认真学习 那后来就拿到了疗愈师的执照 那拿到这个执照呢 因为我的个性就是这样 你知道 当我觉得这个东西好 我就很想赶快告诉所有的 这个东西很好 于是呢 我就成立了初心院 那现在宋波其实也是 因为他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心灵 因为就跟大家都跟我一样 很难冥想 虽然我们都知道冥想的好处 是 可是你知道他坐在那边五分钟 脑袋都已经不知道 闪过多少个念头了 对 那你如何用这样的一个工具 其实坦白说 他就只是一个工具 他没有什么什么神奇 神奇的地方 他就是频率 我们透过这个工具的声音的频率 来共振我们的身体 然后去产生 我们想要达到的效果 那丰哥你刚好提到这个频率 这个事 我就有点好奇 就是说 在这么多的疗愈工具 跟疗愈方法中 你觉得宋波他 你讲说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三个 你觉得宋波他特有的 不是好坏 就是他特有的一种疗愈行为 或疗愈方法 是 因为宋波呢 我们讲他就是声音的频率 那以前我就是做音乐 那做音乐呢 我们其实很知道说 我现在有一个歌 然后我旋律怎么走 我的编曲搭上什么样的乐器 然后呢 这个vocal 要怎么搭进去之后 出去 我要达到什么效果 我是要让人家很high 很开心的舞曲 或者我让人家唱得很悲伤 对不对 后来等到我接触了 声音的频率之后 才发现 哇 原来大自然 处处都是频率 树叶的声音 流水的声音 宋波的声音 风声 我们持咒的声音 我们去教堂 大家合唱的声音 那都是频率 而且那个都是 非常有力量的 所以呢 我用一个最直接的工具 来去处理 我们内在频率 去施衡 那这个就是宋波的目的 因为我记得之前 跟风哥聊的时候 风哥非常兴奋 讲了大概一小时 我听不懂的 所以我需要一个 一个简单版的 因为你知道我不懂音乐 我先讲 我是完全不懂音乐的 对对对 完全完全无法理解 那个音乐点 所以这个部分 风哥可能 因为我知道你 花很多时间 有深入他的 科学理论的部分 是是是 其实他的科学 其实也很简单 其实每一个波 没有一个波 跟一个波的频率 是一样的 而且他没有标准音阶 对 而且他 因为他是无阶 对无阶之音 对 他是没有音阶的 也就是因为 他没有音阶 所以当我们 在操作他的时候 我们才不会 落入脑袋的思考 如果你有音阶 你就会抖蕾蜜发 你就会落入 那个脑袋的思考 尤其是那些懂音乐的人 就开始想说 哦 这什么音 光是这样就进不下来 是 然后我们人的耳朵 我们人的耳朵 可听的 可听到的频率 是多少 你知道吗 20到2万盒子 哎呀对 20到2万盒子 厉害厉害 对 那小狗就可以到4万 所以小狗 为什么可以听到 很远的声音 比我们知道 因为他可以听到更远 那宋波最厉害的 这个作用在哪里 在于 Overtones 就是你听不到的 那个频率 超过2万的 那个频率 在影响我们 在影响我们的精神也好 我们的肉体也好 对 就是他透过的 这个其实是最特别 那否则我们拿 很多的东西去敲 都可以 也一样有频率 对 比如说老师最常用的是 萨满鼓 就是一个固定的音频 把我们的意识 给带下去 让我们可以沉浸下来 对 那宋波不是 那宋波刚好是 他往上拉 拉到你听不到的频率 去作用 所以真正关键的地方 是听不到的那一块吗 听得到的那一块 他第一个 他可以让你先放松 比如说我们的脑波 我们现在在讲话 我们现在在对话 我们现在处于什么波 我们的脑波 在β波 那β波就是一个清醒的 脑袋的思考的波段 那另外一种就是 当你很high 很high的时候 也会在β波 或者是你很焦虑的时候 也是在β波 那我们如何用这个声波的频率 把你从β波带到α波 当你带到α波的时候 它是一个桥接意识的桥梁 你就松开了 那个时候你到了α波 你就松开了 你就发现说 哇 我好像觉得很放松 我觉得很舒服了 那在接下来会怎么样 接下来呢 有两种状况 一种你会变得更专注 一种就是睡眠了 你就会觉得 松开好舒服 就休息了 它就会到θ波段 那到了θ波段呢 再往下走呢 Delta 你可能会跟自己 有更深层的 无意识 然后跟潜意识 去做沟通 对 那个是后面的事情 对 那相对的就是说 因为刚刚有提到说 这个波 它没有一个固定阴阶 它没有一个阴阶 所以没有一颗波 是就一样的嘛 那我觉得像 像听到这里的话 我想包括我呢 至于听众 可能会有一个 很简单的问题 就是说 那我要怎么判断 这个波对我的注意 就是说 哪一个是更适合我的波 其实所有的声音 都会影响我们自己 就包括你一定会有 喜欢的歌手 对不对 他唱歌的音调 不管是高低 可是你一定会有 你直观的 所以我觉得选波 或者听到波的声音 你一定要相信 你自己的感觉 因为我们的感觉 会影响我们 对能量的塑形 就是你感觉 它怎么样 它就被你塑造了 甚至被你实现出来 你知道我们常 看到 来到我们生命中的 其实都是 由你的思想感觉 所演化出来的 那其实送波也是 你一定听到这个声音 如果没有感觉 你是不会跟它 有连结的 那一旦有感觉 你就发现 那个连结产生了 那如果它 让你感觉是舒服的 为什么你还要 专家跟你说 你是舒服的 才是对 一定是直接从 舒服这个感觉 去发展 里面的平衡 跟所谓的疗愈 对 这样就够了 我觉得这个已经是把 我觉得 我学习可能 三十年 身心灵 最大的奥秘 已经讲出来 对 这是很简单的魔法 但是 所有的人都在讲这个 了解 你要喜欢 你要接纳它 如果你没有喜欢 你抗拒它 对 你疗愈是不会产生 就再好的药给你 我就是觉得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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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药 本来可以治愈你的 它把它变成你的毒药 是 那衍生出来 因为我们的听众 有一些 他对于实用性的内容 是会更有兴趣 所以我可能会想要问 两三个实用性的情境 可以 可以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就是我觉得像 现在大部分的人 基本上可能会分成 两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就是说 像很多人 他差不多在29 30 这个年岁的时候 他在进行转职 他进入到人生的心理阶段 所以对于人生 常常会出现的是 不安全感跟彷徨感 那不安全感跟彷徨感 甚至于很容易遇到挫折 失落 是 他不是压力 他是挫折跟失落 那对于挫折跟失落 这一类的朋友 他如果说 每天他想要做一点 透过宋波来 对自己有所帮助的话 在你们的建议会是什么 然后课程里面 有没有提到类似的内容呢 就比如说有没有 可能对我来说 很出现的想法 可能会是说 那你现在就把波 放在你耳朵 后面敲伸一下 类似像这样 类似像会是会怎么运作的 好 这个部分我觉得呢 宋波可以带你去进入 你自己跟你的潜意识沟通 当我们会去感受到 我们内在的挫折 或者受伤 我们要深入到 我们自己的意识 从意识到潜意识里面 那我觉得宋波 他就只是一个桥梁 你透过这个桥梁 你自己去潜意识 去根除我们内在的 这些限制性的信念是什么 你要先去找到 那个限制性的信念 像比如说我自己好了 为什么我在过去的几年 我会受伤 尤其都在金钱的议题上面 就是被骗钱啊什么 那我后来自己再想一想 难道我自己没有问题吗 如果我没有问题 为什么会一直遇到 相同的课题 老听就是你没做完嘛 你功课没做完 你要继续做 所以那个会给我带来 很大的挫折 于是呢 我透过宋波呢 在向内去寻找那个答案 那个根源的时候 我才发现 哇 我到很深的 那个潜意识里面的时候 我才知道说 原来那个跟我的父亲有关 因为我讨厌我父亲 以前的挥霍 那我讨厌我父亲 对金钱的价值的那种 错误的理解 可是我跟他一样 当我觉得我 不再重视那个钱的时候 那个钱是会背叛你的 因为你并不重视他 那这些东西呢 我必须去找到 那个根源心 我知道 这个是来自于 我童年的创伤 所以呢 当我找到了 我要怎么去疗愈他 所以我必须每一天 我现在大概三四年吧 我都是用这个 宋波跟冥想 在对自己在做疗愈 我找到根源 我才知道怎么去解决他 我才知道 回到我的信实世界 我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去看待这个问题 去处理这个问题 其实我可以补充 就是说 其实这个课程呢 有一个一加一的设计 也就是 那个加一就是 我们有设计音频导音 那那个音频导音 也就是说 如果你听了一些理论 可是实际操作 你可能不想要用 自己敲步的方式 里面可能有一个 为了自己的意图跟目的 所设定的导音音频 那我就觉得 对挫折感比较多 肯定是自己内在 对自己所设定的目标 有点怀疑 或者不清楚 模糊 打不到 就这几个效果 使得自己说 下一步到底要干嘛 所以我觉得里面 有一个这样子 就我们讲的思想重塑 我们有一个专辑 有一张专辑 它就像急救箱 对 因为就马上用 有一首是在针对挫折 沮举上 对 就针对这种 比较低频的 又要重新设定目标的人 设定 那他就可以在内在 先模拟 因为真的 我们里面内在 如果模拟的够清楚 我相信你们 应该也都 都有经验 他就比较容易 让你自己再回到 我们说你设定的轨道上 甚至很快实现 比你想的时间更早的 去实现你要做的事情 这个都有可能 对 那衍生出第二种 第二种情况 就是说有些受众 有些听众 他可能是高压力族群 他其实没有 说白了 他没有控自己敲拨 他也没有控作 但是他的困惑 就不是刚刚那个 刚刚那个是迷惘 他不迷惘 他的压力大 那就太好了 因为专辑里面 就有渐进式放手 对 这个也是最基础的 因为如果这个 渐进式放手 他不在专辑里面 我觉得他 对 我觉得他就不构成一个 很有直接疗愈的专辑了 因为他就是一个 送播疗愈专辑 那所以我们会把 渐进式放手 引导放在那边 对于 尤其高压上班族 每天睡前 听 绝对有很好的效果 可是我还是会希望 虽然我们的这个专辑 有这一个 这个part 但是 这种压力 最好的处理的工具 其实就是送播了 对 你还是最好自己 超个十分钟 对 那因为他就是对 对次压力最好的一个工具 你知道我 我遇到最多的学员是什么 我做过上千个个案 是 那最有用的是什么 失眠 那失眠来自于什么 压力 对吧 那所以呢 他在晚上他会睡不着 他脑袋想太多 他怎么可能睡得着 你告诉自己 我不要想 我不要想 你就想越多 就会一直想下去 你就睡不好 那我有很多的学员 都是因为有失眠的问题 所以那在食物层面来说的话 为什么会想要开这档课 因为我知道你之前只是 就是有在帮人家 就做一些疗愈工作 对 还有说你有在培育学生 这个就是我加入的时候 给他的挑战 那时候你知道吗 两年前 我们大家就说 因为他来跟我谈说 你要不要来帮我 规划一下出现要做 我就说 不要了吧 我已经做这个有点久了 我太想做了 然后他说 不行不行 我真的觉得你看 我说那这样好了 那风哥我觉得 那就要做你 对 那时候我想到的就是 一定要做一个 跟宋波有关的视频课程 就打主理出心眼的时候 我就是第一个 就已经跟他讲了 必须做这个东西 我还设定了 松书43 当然啊 当然 当然 我们的灵性大师 是很接地的 非常接地的 你刚才讲那个 金钱限制性信念 我就想到以前 我们合作的种种 我那时候 我好像刚才 我说你不太适合做生意 对 他以前就跟我讲 我不适合做生意 你不太适合做生意 他就是一个 人与人人脉的桥梁 的桥接 他很厉害 可是就是说 可能要想一个 这样的project 还是要交给我们 风很像 风很像快乐 快乐小狗 快乐虫 对 就是身边的快乐小朋友 那种感觉 我一下很深刻 然后风哥 我一下很深刻 你以前有一次 我记得就是 有一次我不知道 聚会还是干嘛 然后你开车来公司 你可能忘了 是你的助理告诉我的 Eric告诉我的 后来你那天 开车来公司 之后你回到家 之后 然后大概过了一阵子 你还打电话说 我的车呢 你的车停在公司里面 对于你们各种 各种这种事情 我跟你讲 我这种事太多了 对 我对你这方面 这些所有 跟金钱有关的事情 我印象深刻 对 所以 Lucky you 你们现在合作 在 即使人钱 也很会做生意 是 我印象很深刻 我说 你这样OK吗 你这样怎么活得下来 但你是材质 主要是因为你是材质 在这个圈 在音乐 你刚才讲的没有 所以在音乐圈 你是材质 真的啊 我真的觉得 天啊 我就说 这个一个 没有主射调的空间 这样太浪费了 对 那主射调就他嘛 对 那他就要把它做出来 他懂品牌 然后甚至 出新院 出新院里面 比如风书10 要出3 3要更有立体感 你就适合做那个 就是提出idea的 但是要有一个 有人会保护你的团队 去执行的idea 让你的idea有办法 但你的idea都很赞啊 是 我印象很深刻 那时候做风书10 我就觉得idea很棒 是 包括出新院 我也觉得idea很棒 但就是要有人保护你啊 对啊 真的 来两位保护我一下 两位大使 我们一起努力 对对 那最后就是说 如果对于这堂课完全不了解 或者说对于宋博完全不了解的人 你如果要很简单的一句话 跟他介绍 这个宋博是什么 你会怎么说呢 我跟你说 其实呢 你也真的不需要太了解 他其实很简单 他就是一个身心吸尘器 OK 什么叫身心吸尘器 你每天回到家 你会不会去吸尘 家里脏了 至少每个礼拜 你要吸一次吧 一个礼拜吸一次 都还有点脏 所以呢 我们的身心 为什么都没有去好好吸尘 因为大家不知道怎么去 把身心的这些脏东西 给处理掉嘛 那所以呢 宋博这个东西 就是最好的身心吸尘器 每天给自己十分钟 敲一敲 环境敲一敲 身体敲一敲 能量场就会不一样 我个人觉得你们这个一加一的课程 不是只有卖身心吸尘器 还有一个身心扫地机器人 对 根本都不用做 他就把你搞定的那个音档 是的 就是一加一 是一个很棒的一个package 是是是 那可以让苏陪试试看吗 好了 太好了 太好了 来来来 用 我觉得会比较有趣 我在这一方面算是身心灵小白 我对各种工具都还没有做到 请拿 用你的双手拿起这个波 右手就拿棒子 我现在左手拿着波 你用直觉敲一声 对 你先用你的直觉敲 哎哟 对 听起来很糟糕 来 不是不是不是 来旁边 你是这样蹦一声 对 你是蹦 来旁边 对吧 来旁边 这样 对 可以 这样好很多 比较轻柔一点的感觉 没有那个 那你也可以再大声一点 看看 一样从旁边敲打 同哥的表情又不对劲了 对 好 再轻柔一点呢 他的声音很明淡的 对 上面一点 老师不能笑啦 你要用爱看他 哦 这个标准 对 这个很好 这个标准 好 那你磨磨看 好像磨不出声音 可以的 可以 还不够大力 试试看 慢一点 我们再慢一点 慢一点 再慢一点 然后要有一个角度 你现在不要太垂直 他在波脱器 我们要给他 来不行 我一定要把他教会 对来 你敲一声再磨 你给我 我来教你 好 好 来 不不不 你不要拿 你要是现场课 这是现场课 对 对 现场课 你没有机会的 你们不能动手 你们只能动嘴 好 来 敲一声 敲一声 然后磨 他有敲吗 哈哈 你说出了很堂的话 来 老师这个拨坏掉了 不是 来 不行 来你敲一声 然后再磨 来 好 来磨 你太轻了 你的那个磨的时候 你的手要握紧那个东西 然后靠着它 有点像是在 对 在顶着它 然后再磨 对 磨 就像是磨东西一样那样子 然后顶着边缘 有有有 手有震动 很明显 很明显 好神奇哦 好神奇哦 不是你在好神奇什么啦 那不就是你会的东西吗 老师神奇的部分是 这个人居然教得 对 哈哈哈哈哈 这个点你懂吗 所以大家看 舒克都教会了 没有人不会吧 对对对对对 因为他是一个 听说是个直男 那是本节目的底标 有有有有 其实刚刚有那个手 你要握紧 而且震动 你会更强 震动下去了 对 就像在磨东西一样 用力 握着棒子的手 握紧是关键 那个震动呢 就会 出来了 很强耶 对 然后他就会震动你的肚子 然后就 然后可以 那个美女想选肥 选肚子 恋爱脑的要在哪里 恋爱脑 恋爱脑在这里 恋爱脑在心轮 长太帅要在哪里 对对对 没有没有没有 你没有这个选项 没有这个选项 不是你需要的 不是你需要的 你误会 对 你可以躺在床上 放在你的心轮上面 去敲跟去磨 就会变软男 对 所以就用那个东西 可以就是垫着 让它放在你的身体上面 对 不用这个 就直接放着 直接放着 而且你知道它是铜嘛 90%都是铜 铜合金 所以铜导热很快 对 所以基本上 其实它 它能量从地会更快 很直接 是的 很直接 感觉 感觉真的很奇妙 耶 赞赞赞 你也可以 而且我觉得你会很有用 你不是水行人吗 对 我是水象的星座 更容易共振 对啊 其实很容易的 开头又有说 在做宋波的时候 是为了把你的心静下来 那我的问题就是说 在做这个疗愈的过程中 我是否不应该去想 这些问题 这些东西 那如果不去想 我要怎么找到 这些问题的答案 其实应该这样讲 就是我们在做这些课程 一开始 你要先设意图 意图很重要 就是我今天坐在这边的时候 我的意图是什么 你先设好意图之后 接下来让他带着你 把你的脑袋放空 清掉 不要再去想这个问题了 慢慢的 你的潜意识会给你答案 然后因为你会变得专注 回来之后你会更专注 我们有一个KL 他很有意思 他来的时候 因为他最近呢 工作压力太大 然后有个案子 拖延很久 然后他一直卡住 还没有写 对 还没有写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来体验完之后 他突然 回去当天晚上 大量感 大量开始的灵感 很快 很专注 立刻交出来了 对 专注力有了 对 然后而且灵感爆棚 所以就赶快写 写就写完了 就是我们必须利用它 把我们脑袋腾出空间 因为我们脑袋呢 会遇到这个问题 就是塞太满嘛 所以我们脑袋 就想不出东西来 那你把它空间腾出来 清理掉之后 你的灵感就来了 你就会有新的想法出来了 它的原理就是说 你设定一个意图之后 用寿摩把你脑 意识清空 潜意识就会浮现 就这样 是的 哇 老师很厉害 其实 其实还有一个 很简单的原理 外面发生的事情 其实都在里面 已经演过很多次了 那我们唯一要做的 真的就是 放松之后 继续放 那个放 它就会放下 我们过多的思虑 那个思虑 就会照 那个思虑 都是我们胡思乱想 使我们生病的 承载的 这些重量 那一旦放下之后 直观的智慧 会从里面浮现 嗯 就是那个答案 一直在内心里头 对 以前不会觉得 以前一定会觉得 我很讨厌这样的父亲 是这样 其实我原本还想问的 就是说 因为现在网络上 其实市面上 有很多免费的 送播的音乐 音档 那它到底跟自己操作起来 有什么不一样 但是坦白说 我刚刚自己操作起来 我就可以感觉到 不一样 那个感觉 真的完全不一样 它有震动啊 对 它跟纯粹听音档的感受 是完全不一样 是不同的 很强烈 它就放在手上 然后你可以感觉到 那个波一直在震动 对 就是那个震动会影响到 我们身体的水平衡 对 我们身体的水 因为五脏六腑 还有我们自己的 整个循环系统 它不见得 如我们想象那么顺 而且我们没有办法 去知道它顺不顺 除非你有感到 哪里不适了 然后不舒服了 你要说 我可能这里不舒服 可是宋波就可以 透过它这个震动 以及它导热的效果 然后共振到 我们内在 那个不平衡的地方 结果起 那一天 宇安 你还记得吗 他就说 哇 那个声音 咕噜咕噜咕噜 就直接可以感受 而且很短的时间 他马上可以感觉到 他原本没有在 蠕动的那个 蠕动 而且还会唱歌 对 里面还有发出声音 很明显 所以这堂课 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只要看着 这个影片去学习 我们从物理科学 从理论 告诉你说 为什么 它会有用 然后来告诉你 频率是什么 然后再告诉你 脉轮是什么 那你如何使用它 总共有33节 我记得 就小单元有33节 33个小单元 然后又搭配一张专辑 就是你今天觉得 算了 我今天好累 我不想要自己敲了 因为就不想让大家觉得 压力很大 就是觉得说 学习应该要轻量学习 但是又有料这样 对 那老师也会告诉大家 还有些自然的乐器的运用 对 你怎么去运用走到大自然里 来疗愈自己 对啊 现在两位老师的课程 正在目之中 要不要对这个课程的名称 所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这一堂声波疗愈 做自己的声音疗愈师 不是声波疗愈 宋波疗愈 宋波 宋波吧 宋波 我们是宋波课程 宋波疗愈 听起来很像 某个按keyboard的人 宋波疗愈 再一次 再一次 这堂课呢 是宋波疗愈 做自己的宋波音疗师 声音疗愈师 声音疗愈师 我来我来我来 好来来来 换你换你 田丁峰老师 跟Ravika老师的 这堂课程叫做 宋波疗愈 做自己的声音疗愈师 现在正在 Pressplay目之中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们 可以去看看 特别是这堂课 特别是一加一的组合 一个是教你怎么做 一个是一个急救的 一个像专辑 对大家都会有一些帮助 希望你们会喜欢 哇 年轻真好 你看脑袋 下半下半下半 脑袋多好 下半下半下半 下半